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林多是一个地名 它是一座文化与经济都相当繁荣的希腊古城 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今日的纽约 在《使徒行传》中 保罗曾经来到这里宣教 建造 但在他离开不久后 哥林多教会内部就浮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蒙照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同兄弟所提倪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 蒙照做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 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愿恩惠 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 口才 知识都全备 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 在你们心里得以兼顾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他也必兼顾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 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造 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弟兄们 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档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 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 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我的意思就是 你们个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基法的 我是属基督的 基督是分开的吗 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 受了喜吗 我感谢神 除了基利斯部并该有以外 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喜 免得有人说 你们是奉我的名受喜 我也给斯提法纳家施过喜 此外给别人施喜没有 我却记不清 基督差遣我 原不是为施喜 乃是为传福音 并不用智慧的言语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于浊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经上所记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 文事在哪里 这世上的辩识在哪里 神岂不是叫 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于浊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于浊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是要神机 希腊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半角石 在外邦人为于浊 但在那蒙照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因神的于浊 总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 总比人强壮 弟兄们啊 可见你们蒙照的 按着肉体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余浊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 智慧 公义 圣洁 救赎 如经上所记 夸口地当指着主夸口 从信中看得出来 保罗对这个拥有丰富恩赐 却急需被兼顾的教会 有着深深的期许 劝勉他们不要继续 陷在分门别派的陷阱里头 而是要在耶稣的爱里 何而为一 朝同一个目标前进 亲爱的朋友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更多 关于哥林多教会所遇到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 很可能也正出现在 在你的教会生活 和日常生活中哦 让我们彼此鼓励 透过哥林多的状况 反思自己需要调整的地方 相信这两卷书 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帮助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您打开我的眼目 软化我的心 使我能透过哥林多前书 来发掘生活中的问题 并且全然更新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在神的话语中 每天都看见不同的收获 不断被更新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